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香港的观众 这一节就为香港观众而辞 上一节我讲《星岛日报》 被列为外国代理人 这个是给北美观众为主的 这一节我主要是对付那些放负油的 因为热狗很烦 热狗和联登的白痴 话说是这样的 路透社报道 美国将某些有5G的晶片 批准卖给华为 那些人说 很大件事 拜登 有样东西 美国商务部要批晶片 卖出去的 始终要根据行政指令做事 所以 这些就不存在 如果你真的违法太过分的话 老实说 商务部不必要上升 但是真正来说 有一只5G晶片 我看完澳图石报道 5G 但是它是和汽车有关 你知道我做什么 当然我没有说Jacky 那么专业在机械那边 但问题是 我始终是一个 做汽车业的人 深刻 他说到汽车加5G 那我知是什么 应该就是 这只Quarticum 这只晶片 这只晶片 美国没得卖给华为 但是华为 什么时候我到货呢 哈哈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两年之内 都未必我到货 分分钟 分钟行刺 都未我到货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只Quarticum Quarticum Snapdragon 有很多晶片 但是 它这一款是 自动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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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原本用于3G 2G 的频谱 到 一些已经是 认识的频谱都有 那 其实呢 它这次 批准 MyQuarticum 这只晶片 应该就是 它这只能行两个Bang 不可以来打电话 打电话 不关于它 它行Bang 46 和Bang 47 它行5.2G 和5.7G 这一段 主要是 接着 你能否用到其他 那些 其实不是很可以的 汽车 渡航用的 是用它自己 它划了一个 Henrizen的波段 因为 它这里 因为你汽车渡航用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它有一个叫做 叫做 SIM 即是你可以在 Without SIM的情况之下 运作 即是 我没有SIM卡的情况之下 我仍然可以 用于汽车 渡航运作 那个频段 所以 这个是 这个也是 为什么美国 不怕卖给它的原因 第一 那个频段 不是正常用的 它是Unrizen的 即是你和 WiFi晶片一样 那么你买WiFi晶片 也不犯法 那么 你更何况你买一个 5G Unrizen 频段 基本上 Unrizen 频段 那些 即那些 5G 的地方 我们都不应该 觉得那些 是有什么 特别的 此其一 第二 因为 那一个频段 为什么是这么特别的呢 因为 那个晶片用的 用途 主要是 是精确到航 还有 防撞 安全 涉及安全 安全的问题 即是 我一直收一些 大量的资讯 但那个是涉及 汽车安全 如果涉及安全 安全问题 那些 就 没有 没有 点准说 我不卖给你 没有点准的 人家可以告你 即是 即是 我可以告爆你 都可以 那 我觉得 你没必要这样做 是不是 这个 就是 整件事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 因为它是用一个 Unrizen 的 有些人说 华为可以出一只Unrizen 的电话 但是 可以出一只Unrizen 的电话 你的软件怎么办 你搞清楚 你出一只Unrizen 频段的LTE 电话 那是Walky Talky 我认真的 因为现在有些Digical Walky Talky 都是用LTE 都是用5G技术的 但是它用 是另一个波段 它用的那些波段 有些是Unrizen 的 有些是Unrizen 的 有些是没有RIzen 的 即是 你基本上 不是和发射台通信的 是 是一个LTE Station 对另一个LTE Station 的通信 不是 不是正常流动电话的应用 它没有电话号码根 那件事 那件事 那件事是另一种玩法 所以 有时候看这些新闻 第一件事 尤其是很多这些传媒 不是做开拼的 第一件事 你起来要咬拜登 什么什么都好 拜登是废 但是拜登 不会做一些政策上 智商矛盾得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那些是 他要执行法律 那个始终是法律 川普留下的法律 他也是有责任执行的 他除此 他废了 他除非 他不是 如果我真的要放生 華为的 我直接废了他 不是的 整件事 不是的 你看到 你 看这些新闻的时候 第一件事 你要问 他卖些什么晶片 如果那个晶片是5G 5G 5G 那个 原来是货汽车用途的 那你就知道 那个 那件事 所以见到共和党 那些人说 为何共和党没有反应 在放暑假 不是 不是放暑假的问题 第一 第一 我要装 Bay特 用阿富汗来装他 有效十倍 第一 第二 共和党的那些 看到 自行车手机 他问一下汽车业人士 都知道 噢 得到歇笑而已 那我卖给华为 而且 两年以後都未必被我打货 认真 因为很紧张 因為Quadcom這支晶片是用7納米製程的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拿到貨 全世界都是等了7納米 你說7納米、5納米那些高規格製程的東西 你要找,你要找 大佬什麼時候到 汽車業都未必到 你什麼時候到Apple 你剛剛台積自豐狂加價20% Quadcom什麼時候給到貨 不知道 現在Quadcom我的RyzenXport 給華為可能是方便落單 落單之後兩年後交貨 兩年後什麼世界,沒有人知道 所以為什麼這宗新聞 那些年燈仔拿來放負 那些年燈裡面的熱狗拿來放負 因為熱狗的目的,很簡單的情節目的 它就是令你喪失鬥志 放棄國際線,你跟共產黨同學可以 所以我說要抓熱狗 就是為什麼 有些熱狗點了,但有些熱狗還未點上 誰連燈戶口對著誰熱狗 那隻熱狗是不是香港人 這個是一定要問的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辯論會 說起唐鳳的朋友 唐鳳是我們黑客年代的一些先級人物 他那個年代,90年代玩BBS 最初玩BBS的年代 那時候人們是真的辯論一件事 但到了後來 因為打開BBS 到後來那些已經到了 打開BBS 我就跳去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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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集中一個,那些人不起站 我依靠一個站 那些站長就亂來 接著現在網絡網絡不講道理的 傳言,是萬方世界的 你什麼時候會再講道理?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以前就說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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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就說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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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就是大家認真去討論一個問題 去真是尋求一個爭議 去討論一個答案 現在 現在 現在就有一群人是怎樣? 因為靠我 你怎樣? 你不趕某條? 水雷隊 開這個先學 其中一個就是黃毅民 黃毅民教出來的 這些圖子圖孫 譬如柳正 那些劍吾那些 全部都是這些雅手 你不是討論問題 所以很不幸 連登裡面就出現這樣的風氣 我也猜到就是 柳正那些人渣 肯定大聲 黃世襲 再說一次黃世襲 我每一次跟你計 我就已經發了信給 Facebook 愛爾蘭有限公司 我現在指Facebook 是沒有執行這個 Terms of Condition 那為甚麼 不要執行Terms of Condition 和牛正有關 你自己想 我就不進一步 批好長火 免得益某些人 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這個世界 這個年代 對某些人 你不需要跟他們辯論的 對五毛 你沒有必要跟他們辯論 你對熱狗 也沒有必要跟他們辯論 這些人有政治目的 就這麼簡單 好坦白說 除了純粹技術上 Quarticum 之外 我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簡單 你的Policy 你那個會不會 怎樣 你那個是不是一個 Consistent 那件事 這個都很重要 就是你的政策上 是否Consistent 有些人說 華爾街那些 不斷說服 拜登 或者商界不斷說 拜登 要跟中國和解 中國都沒有錢 我知道有些人 是收到中國的 譬如黑文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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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是 中國 在外面請了那些Orbit 他中國給了錢 給那些熱狗 去營造某些東西 接著他給了那些Orbit 去營造某些東西 但是你想想 如果政策變的話 為何拜登堅持 要走阿富汗這麼快 但是反而在太平洋 一字排開 日本、英國、美國 航空母艦都會營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如果你說現在 減低關稅 那些 整件事是不 consistent 整件事 合作不通 對不對 那你還要 就是拜登 他的 預算 還沒過 九月 但還沒過 如果你現在 向中國 退任 但共和黨 否決你的預算 你已經跳海了 美國政治 自己要同時看幾件事 很多人把焦點放在阿富汗 但問題是 在美國 如果你看華府 其實他們最緊張的 並不是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是拜登 瘀 美國很難看 今次設得 軍事上是 但問題是 對美國朝野 最關心的議題 到現在 你 佩洛西 要 走去 見 即是跟國會議員 講數 暑假 休息 休息班 有沒有放假 走去講數 講數的事情 究竟 如何過 那個預算 以及 舉債上限的問題 那個才是最關鍵 大哥 如果你現在 在關稅問題上 跟中國一樣 在共和黨班 撬起 共和黨 或者是 民主黨裡面的強硬派 撬起 不如你跳海 你自己跳海都可以 你不用過 你那些法案不用過 他直接跟你收皮 現在你直接想辦法 收起皮 國會 坐起都受了味 你現在 拜登在國會 拿民主黨的那些 強硬派的票 都拿得這麼辛苦的時候 他怎麼會 這些問題上 跟中國一樣 都很傻 看新聞 小心一點 看新聞多看幾件事 幾件事 很可憐 他們說話 他們是斷章取義的 斷章取義 這件事真的很可憐 這件事 我 有時候 譬如說得不夠仔細 我都嫌自己不夠仔細 會有人提我 有個人會 經常提我 有些位置說得不仔細 他會提我 我會搜證 我很多謝他 我非常多謝他 真的 老實講 我都不是全人 我不是全資 我不是全人全資的人 那 問題是 有時候 我們看美國新聞 我們要很宏觀去看一件事 你看華為這件事 我們看其他的行為 是不是真的上水 你還要5G自動車 第一件事就是 5G如果是汽車用於的 你已經第一件事要問 那件事是不是關不關事 你已經第一件事要問這件事 你已經先問了技術的事情 然後第二就是 政策上是否不合理 你一定是看其他政策的事情 然後拜登連預算都未搞定 他怎樣 怎樣中國 神經病 他隨時都是怎樣 要問Republican黑妃 他怎樣做 現在川普的勢這麼強 這件事你看到就是 因為熱狗那種亂張取義是哪裏 是疫苗 FDA approve的疫苗 其實FDA approve的疫苗很簡單 你上FDA的網站 他 approve of letter 講完的 他 approve of letter 寫得很清楚 那些東西不能騙人的 美國弱的東西不能騙人的 那些 你說投資藥物股最好的 投資藥物股的風險 就是怕那些藥物 十年八載之後 有什麼副作用 然後那些人是告爆廠 這是一個風險 是有這個存在的 那 人類的科學有很多不認識的 所以藥物股是有風險的 就是這件事 那些專利權過期 然後 專利權過期之後 那些一出generic drugs 便便宜 你那些市場都沒有了 兩大風險 主要兩大風險 問題就是 你說那一種藥物股 有沒有 approve of letter 這些 這些很 crystal clear FDA不死錯人 FDA 只要全部FDA的 database 找得回 都可以有人 有熱狗斷腸出現 都不是批的 那一種疫苗 都沒有什麼 full approval 那個還是EUA 他這樣說話都可以 熱狗真的當那些人不懂英文 White House的press report 說明是 full approval 大哥 喂,你別玩了 這個問題就是 近年有關美國的討論 從特朗普選舉到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熱狗這班人 不懂裝懂 亂干擾討論 但是有些人不知為何 是傾向信熱狗那套 因為熱狗那套是很中國人思維方式 但是問題就是 在美國現實上 美國人不是這樣說話的 美國的行政也不是這樣說話 美國的行政有很多 ABCDEFG的問題 有很多 什麼操資大業 操心大義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問題就是 有些時候他們是不會錯的 就好像你說 licensing 那個問題 只要沒有廢除當年的 對付華為的行政指令 就不能 他賣5G晶片 他說 For safety purpose 他是純粹為駕車而用的 他就是這麼多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交貨 只要如果你說 真是會出事的 就是 如果你賣5G晶片 For base station 這樣便會有人吵架 5G晶片是為 Base station 叫Radio Frequency 晶片 5G的晶片 都有很多 我同樣叫 Quarticle Snack Dragon 你是為 Handsack的 Terminal 你是為 你為 Computer 你是為 Tablet computer 還是 一些特殊的 特殊的 特殊的 例如電視台 發信號 回到廠裡 還是為 自動機器 有很多 還是為 Internet of Think 沒有這麼簡單 這些東西 不能這麼粗疏 所以 我做這一集的時候 我看完 路透社的報導 之後 我就轉了一輪 整個Quarticle 那些 再看一次 我已經是以前 做IT記者 我已經是 跟慣這些 Quarticle 它的 Terminal Modem Modem 它轉了很多代 由 3G到 4G到 現在 5G 它轉了很多代 最初 Quarticle 原本 它都不是做GSM 市場 因為Quarticle 是CDMA 標準的 Leadership Leadership 但後來 就是因為 3G 用WCDMA WCDMA 專利權 就侵犯了Quarticle 是CDMA技術的專利權 在那裡 接著就和 Ellison打官司 接著 後來 Quarticle 就自己研究 就是把GSM 和CDMA 合二為一 那時候 從那裡 我已經在那裡 從那裡 跟習慣了 我再看一次 它的產品 還有它最新的 抹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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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看完 抹記者 但它知道 自動機的晶片 根本就是 它走過兩個 那裡 就是做 避免的工作 就是 保證 就是汽車導航 如果是為安全的 又沒有辦法 美國沒有 這件事 所以我也奉勸各位 因為我做了這麼久 評論員 我希望 有一點 連登 那些 五無念口王 那些 那些 那些是不能阻止的 那些五無念口王 那些是看連理主 有沒有這個決心去處理 這個問題 連理主 我也是說那句 你要連登 重新 有一個主持人 你第一件事就是 剷除已久 你不剷除已久 你是有為 當初的人 由高登轉去連登的本意 但是如果你說 一般人看Facebook 我就勸你 那些熱狗的Patriot 全都被禁止 而且你那些熱狗 在那裡說 我對熱狗 這種搞用戶 我是有一個很強硬的合場 我見到你 你認識 有不妥 我就一腳伸出去 我不客氣 因為我知道 你那些人 是來做共產黨 我當馬共來處理 沒有辦法 北欧 這些就是 如果搞到最後網絡 很多人用一些很標行的作風 來回應這些人 而不是討論的問題 原因很簡單 有人把網絡 結束 網絡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 今晚 即我這裡晚上 今早就講到這裡 如果沒有大變 應該就是香港時間 下午或者黃昏 才有展示 如果沒有大變 我先講到這裡